国防部长邱国正9月22号这句话 而让大家极度的惊骇 因为以邱国正的个性跟此刻的情况 他说敌情异常 异常很久了 但这次异常到邱国正出来讲异常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异常 怎么说呢 我们前两天有把这些细节都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的这个来宾啊 亮哥等等在现场都给大家做了完整的解读 解放军的攻台 所有的对接 所有的这个演习所有的编队 都已经全部验证完成了吗 而且是这个实地来验证 那我们的蔡明燕 我们的国安局长 又被记者问到了是如何异常 你国安局长你总要有些新的情报吧 那他告诉大家的确是异常 为什么呢 中国9月中下旬在福建大城湾的军演 规模动员的基建数量确实比往年多 火箭军的试射数量也比往年多 但他的研判是因为习近平正在整顿火箭军 所以告诉大家这一切的一切是什么 大陆内部问题 他们的军方问题 对不对 好像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似的 到底是不是呢 这个我稍微也请张将军来讲一下 但是我顺便把这个讲出来 与此同时大陆又曝光了一个新型的 它叫做单兵自爆式的无人机 查打一体小型高速 大概可以装填500克的这个TNT的炸药 它的飞行速度每个小时蛮快的 174公里 因为很轻 所以单兵一个阿兵哥可以一次带四架 连续攻击 查打一体 所以你就会让这个单兵的力量变得很大 对不对 它就超越了这个个人能够打击 以及侦察的范围 另一头是这个歼16战机 日前也公开了携带这个 它是一种AFK-088C的增程型的空对地的导弹 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中国版的鱼叉空射导弹 那它特别是对地下隐蔽的目标 有高打击的精确的摧毁能力 什么意思呢 它也就是说它是怎样 灌顶式的那种 有没有灌顶 就是咚这样 整个可以炸到地下很深 那大家第一个想到 我们台湾的恒山指挥所 就是在这个地底下 所以也是某种这个斩首式的一个这个设计 来张军你怎么看 先来看一下 这个大陆的长征二号 飞行过我们的ADIZ 没有关系是吗 对 这一个它飞过 它有三个太空发射场 甘肃的九泉发射场 那现在这个是在四川的 四川的这个发射场 就是西舱发射场 还有个海南的文昌发射场 最重要的是国防部 它有主动公告 我们知道上一次在佩洛西来的时候 有四枚的这个导弹 通过台湾的上空 但是没有公告 越过我们整个台湾的上空 越过去它不公告 那现在它就掌握这些 而且国防部主动公告 就让大家知道 而现在它就由被动变主动 让大家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它再加一个 因为在大气层外面 在太空 所以这标准是什么 我说越过台湾上空的就不公告 不是台湾上空的就可以公告吗 对 它现在有没有越过台湾 只要越过台湾上空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它都要公告 你看它现在在大气层外面 那已经到 它其实从四川那边过来 我判断了 已经到外太空了 因为100公里 还算是内太空 它已经大概已经到了200公里 已经快要进入地球轨道 那这个这方面 你看它现在就公告 表示说在去年裴洛西事件的时候 它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现在主动公告 让这个讯息大家知道 然后特别 它还特别强调 对台湾地区无害 那特别加到这一区 换句话这个 它有得到这一方面的经验 跟可能教训 另外就针对就是说 中共现在的导弹试射比较频繁 是因为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火箭军的控制 我认为不必然 要加强对火箭的控制 很简单 换人就对了 把火箭军的司令员换掉 把火箭军的政委换掉 就可以控制 因为这是我相信的人 大陆目前看起来迹象 的确是正在整顿火箭军 但是在整顿火箭军 这个内部问题 跟它这些什么军事动作 应该是一码归一码 对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那至于在大城湾的演习 又是另外一个 因为大陆湾演习 跟往常不一样的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 也有说过 就是它本来是一地训练 你不管在东海 或在浙江或在周三 这是现在到当面 从一地训练到当面训练 实地训练 这个是实地训练 这是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 它规模比以前大 它现在动用的规模 包含两栖 包含空中变成 就是我们讲到的 无战不连 联合作战 所以它联合登陆作战 跟联合反登陆作战 规模比以前大 而且是三军 它各式各样的编队 包括什么来台湾 几架子几艘次 包括这个大陈湾 等等之类的 这个讯行的所所碎碎 这个时间拉得很长 你觉得总体面看起来 就是对台是吗 对台对台 就是对台是 对 没有问题吗 对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国防部长邱国正 都忍不住告诉大家 军情异常9月份 那这个军情异常 我们的国安局长 把这些告诉大家 这些都是军情异常 但他不去讲对台的部分 他把他整个结论导向 是大陆内部的问题 好像跟我们台湾没关系 对不对 他做他的 真的是他们内部的问题 但是你觉得这是 邱国正的意思吗 敌情异常 我认为这个有点点 跟邱国正讲的就来源北侧 他认为的敌意 把一个严重的讯息 把他这个降低 对 不要那么紧张 有点转移焦点 有点点转移大家知道 这个其实是因为对火箭机的整顿 所以有这个演习没有必然 对他讲的讯息都是正确的 但他的结论 两个结论不同 有一点误导之嫌 对他认为他 我认为有点避重就轻 避重就轻 因为毕竟选举快到了 他要稳定精心 那就敌情意识 不要搞那么紧张 那就可能降低 让大家不要恐慌 国安局的考量是这个样子 但是国安局的考量 他用的那个结论就不是很好 是为了整顿 他有没有说实话 对对 你觉得这是我们国安局 掌握到的情报吗 他的那个理由 就是我认为牵强 他不要去讲说 为了整顿火箭军 而有这些演习 会有这些的 这些异常的 我们讲的导弹的试射 所以这应该是个 政治正确式的结论 对应该是这样 符合他的政治正确 是政治正确 不是专业正确 我认为应该走专业路线 因为这样子弄久了之后 大家会不相信 那我认为邱国正 现在比较务实 他讲出来了 蛮异常的 提醒大家要有忧患意识 要有敌情意识 但他也只能点到为止 对吧 因为毕竟他是政务官 对啦 看上意 但是以邱国正 他算是比较诚实的 在目前的官员来讲 所以他的这四个字 他的敌情意识四个字 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震撼 然后但是他也只能够 点到为止 但是连他都说了 你就知道 这个情况有多紧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益糖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